這個版本,不是許美靜的版本那麼簡單 是要這個展輯的版本,最可惜就是沒有高清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寄數碼 找一些高清的片段來再展呢 27年來就真是 如如飲水冷暖自知,說多都無謂了 大家覺得生活是好了 還是差了呢 比如個人來說 年紀大了二十多年,以前三十歲 現在五十多歲 似乎 事業發展穩定了 雖然現在生意很淡薄 似乎 例如我個人來說,很多東西是平穩了 但是 你問我 那時候真的開心得太多了 成一千 人生在世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高深的東西 我們普通人更加不會去 真的 這麼多研究 老實說 譬如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懂得多是一種 痛苦 這個其實都 古今中外 譬如盧梭也有這樣說過 是吧 都有人這樣認為 但是你的社會始終是不同的 你不是以前的龍丹社會 或者監拜田 我不懂事 你不懂事就被人欺負 但是你一了解這個 世間的現實 特別這幾年 你就真的很痛苦 就更加懷念當日 無論在 譬如有網友說 賓州長河水喉 大家都是奸糕 這個一定是 但是你自己 很簡單直接 就是說 我在哪一個管治下 更加 舒服 那就說完了 我沒有什麼民族大義 是吧 就是說要實踐 一個夢想 於是乎 譬如你現在看到 實踐夢想 就是 啊 你只是看一下 現在還有人去挺拜登 你應該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沒有話說的 你挺拜登 我其他事情都不要說 你只是烏克蘭 死了那麼多人 或者俄羅斯的士兵死了那麼多人 無論端端 其實 你選拜登的人都有責任的 是吧 好啦 今天呢 有一段報導說 現在 其實我當然有啦 有跟啦 如果大家網友看 可以給你漫步 有幾樣東西呢 我是最想 經常看的 經常看youtube 可能現在是一個小博 我最常看的呢 有五個category 最喜歡看的東西 第一就是擠暗瘡 最近我少看的 第二就是動物 就是包括熊和狗 我最喜歡看的熊狗 熊狗貓我也最喜歡看的 第三呢 就是那些 露營車 就是 外國很喜歡改裝的那些車 你不要想大價 你沒有意思啊 如果你整個貨櫃 那很平常啊 整個貨櫃 那裏面有很多東西 你一輛van仔 改到裏面有床 我很喜歡看的 真的 看看他們不同的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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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出的 OK 露營車 另外呢 AV 交公仔 就是 我明天要講一下 進步比較慢啊 就是那些 始終呢 雖然很多人拿回家去玩啊 但是 都是 不夠逼真啊 我覺得 不知道有沒有臭味呢 是啦 OK的 還有 就是今天我要講的 人皮面對 其實呢 日本 我本來想播片 但是太長了 嗯 是很難見的 但是呢 人皮面具呢 在日本的測試呢 就過不了 人面識別的 就不跟我一陣子所說 那些人會怕人面識別 他過不了 因為人面識別 不只是識別人面 這個是很 暗糾的 是識別你的瞳孔 所以呢 在日本那些測試呢 他是過不了 就是人面識別的 但是 你戴了個面具呢 甚至乎呢 是同事都騙到的 譬如我戴了你 阿正的面具 當然呢 新型的那些沒得說 是那些人 連同事 或者你家人都會以為 阿正你怎麼高倫做呢 這樣的 就是僑莊 是可以僑莊的 正正因為這樣呢 所以現在大陸呢 就很多建商 就 湧現了一隻 叫植膠面具 就說呢 是 戴上之後可以亂真 而且消費者呢 不需要提供個人訊息 購買用途 給錢 就可以了 OK 那有法學專家就說 不用法學專家就說呢 他說這些面具很容易成為詐騙 盜竊的工具 售賣方都可能 負擔責任的 首先這麼說 你說呢 價錢呢 他由 三千元至二萬五元之間 那個位置那麼大呢 那麼 你又不打算二萬五元一定很厲害 這個不記憶是大陸的 日本那些真的很厲害 OK 我又不覺得那麼恐怖 為什麼呢 別處不說 大陸很簡單 那麼高雷 不讓你賣 我覺得 都不用很久了 是呀 因為呢 原來呢 已經是有 比如說 那些老公呢 和我看日本那些呢 大家在網上看 是差很緣的 你老母 你怎麼騙到我呀 你怎麼騙到呀 是吧 是呀 是不是這個 對眼顯示不了 他應該對得眼不夠好呀 沒有眼珠呀 是呀 但如果顯示眼通常都 而且這個可能是P圖來的 可能都騙到人的 好難說呀 但是那些二千二百九十五那些 不要理 通常進去就 五萬一個八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P圖來的 但是 老實講 今時今日的情況下 要這樣具體地回來了 出去騙騙騙騙就難了 通常現在都在AI搞得怎樣 不用那個人親自出手 好了 另外 我們跟進回這一件事了 喂 我知道我們有沒有說過這一件事 就是日本北海道 那個女人呢 嗯 又說了嘛 搞你了有沒有 是 喏 這一家人呢 就瘋狂了 那女兒呢 就因為跟別人說話 她嫌 那個恩客 不想用兔 於是乎呢 他 就叫他做心理學專家的父親 約他想了出來 要報仇 我老爸又這樣就他 其實這是另外一番說話 那些心理學專家 他呢 就把那條 中出的那個人 然後割了個頭下來 然後拿個頭 回家 他老爸跟他在一起 然後呢 他老母呢 就WhatsApp他老爸那些通訊記錄裏面 是出現了 喂 那個女兒說要跟他剝皮喔 還有刮他的眼喔 剝他的頭啊 你是不是會做攝影師呀 神經病 就是跟我老爸說 那這件事呢 是非常之灌動 其實這件事如果你要細講呢 就不是一個殘暴 是為甚麼他老爸老母 被中了個女兒這樣 是一直都遷就他 甚至乎呢 是 不能抵抗個女兒的任何要求 即使他去到那麼荒謬 那這件案呢 昨天就第二天 審理了 OK 法庭上公佈受害人家屬 家屬的兒子 的陳述調查書 死者 蒲仁志 兒子就說 他爸爸被斬首 那個頭呢 還被疑兇田村 樓內剝皮 剝皮 就好像死了第二次那樣 他日媒後來又報道疑犯的言行 那好像 爸爸被人謀殺第三次 很難怪那些媒體報道的 這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為甚麼會開了名字呢 尤其是死者 三十歲女子 田村樓內 就被控 在一間叫做 Less Hotel的情侶酒店裏面 堆壞了62歲的男子 蒲仁志 將他的頭 割下來之後帶走 之後一直放在他們自己的家 都是田村家的家的浴室 大約三個禮拜 在這三個禮拜裏面 田村一家 如常生活 OK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原來 田村樓內 他把蒲仁志的頭帶回家之後 還曾經進行剝皮和刮眼等等的行為 案件 7月1號 即是昨天 針對疑犯的媽媽 田村浩子 進行第二次開庭審理 疑犯的爸爸 田村樓 亦都用辯方證人的身份 出庭作證 開庭之後 蒲仁志妻兒的陳述書 就被朗讀出禮 蒲仁志的老婆玩 其實這個家庭也很奇怪 他三四年前就知道老公 會穿女裝去紅燈去玩 但是老公是喜歡玩女的 不過穿女裝 亦都會在外面過夜 但是沒有想過他會被人堆壞 警方告訴他 當他們找到他老公的遺體之後 他說想去確認死者 進行認知 警方就跟他說 對不起 太太 遺體是沒有頭的 他的腦海裏面 頓時一片空白 他說 即使案件已經發生了一年 他仍然好像在一場漫長的夢裏面 他說蒲仁志是好老公 好爸爸 本來過著平凡的日子 沒想到被人堆壞了 我就好像在做一個漫長的夢 他 就算工作很困難 其實他都會盡力而為 就是養育我們一家 至於蒲仁志的兒子就說 爸爸就仿如被殺了三次 第一次就是被殺 在酒店被人斬頭 第二次就是他頭被疑犯帶到回家之後 竟然 跟他的頭剝皮 大家想試試想想 割他的頭出來 已經恐怖了 要剝皮 很高的技巧 真是不容易 很容易把肉扯出來 好了 刮眼 然後中出了 你就刮他兩把布徑都可以 剪刀針就算了 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 賣掉他還賣掉他 都沒理由戴頭到回家 那麼變態 OK 好了 他都沒辦法接受爸爸被這麼兇殘的手段殺害 他聽說疑犯否認犯安 他說沒辦法允許對方明明殺了人 還能夠過正常生活 他沒有正常生活過的了 習訪地方法院6月4日第1次開庭的時候 疑犯郭媽媽田村浩子是第一個受審的 他堅稱自己無罪 田村流內即女兒被控謀殺 遺棄屍體等等 他爸爸 60歲的 職業系精神科醫生的田村修就面臨協助殺人和協助棄屍罪名 他媽媽就被控協助棄屍和教唆毀遺體等等 浩子 不承認協助和教唆毀遺體 他說沒有證據表明他肯拍攝斬下蒲人士頭部的計劃 好了 案情其實就是蒲人士7月1號 晚即去年 雀女莊參加酒店附近的派對 然後跟一個神秘人 會合 兩個人一起去酒店 博野 到了來吳陣神秘人離開 但是蒲人士就沒有退房 最後酒店職員就入房發現 他塵私 浴室 不過沒有承認協助 嚇死了 你倆就入承過去 他承認協助也算了 還沒有承認協助 警方 追查辯認神秘人 看看鏡頭就知道 田村留內 OK 而且在家裡找到他的頭 要三個禮拜 警方都很無能 警方就將他一家拘捕 案情就說原來田村留內和蒲人士搏夜的時候 蒲人士沒有戴避人袋 田村留內事後不滿 之後就再由他出來 7月1號深夜至7月2號凌晨 就在酒店堆嵌嵌他 原來用鋸 將他斬手 其實不是斬 鋸是鋸頭 然後將頭帶回家 樓內和蒲人士見面的第二天 浩子即是他媽媽收到 樓內的女兒的電郵 E-mail 帶著叔叔 頭髮尾了 怎樣這樣說呢 可能他會跟他媽媽說 今晚他跟爸爸做事 去想友 浩子 接受這個事實 還跟老公田村收和頭 共處一室 繼續生活 案情就說 樓內在浴室拍攝頭路時 打算傷害頭的 樓內要求他媽媽 喂 炸機呀 用攝影機 樓內拍著我怎樣 樓內要求他媽媽的頭 他媽媽是同意了的 好了 而浩子呢 亦都用Nine 就是app 就Nine 她老公 喂 你女兒要我去拍啊 你做吧好嗎 你會做的是不是 田村說 OK啦 OK啦 我拍啦 即是可能他老婆害怕 樓內不要你夫妻這麼瘋子 她說是不是瘋狂瘋 你有沒有去到這樣 瘋狂瘋的變態 你有沒有 這個真是 好難不說的 真是 她老公還要是精神科醫生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女兒控制到這樣 精神病就有 還有那個女兒 田村流內都是很凶殘的 就是那個樣子 可能我先入為主 他難那麼慘 以為就可以 再來多一個 是啊 想著中出嘛 始終不相同的 OK 好啦 各位網友 那也是要賣一下廣告啦 記住啊 就是人家有餘力 多點上來支持一下啤梨漫步 我都有 啊 我有一個美國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網友啦 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之前大約兩三個星期前 他卡了一幅圖來 OK 就是拍著我們啤梨漫步的view數 當然我們的view數真的跌了很多啦 他說 還做啊 意思是 叫你做來把啦 就這樣燒人看 我不管他 我刪除了他 前幾天呢 他又卡過來了 OK 就說 喂 需不需要和你找份 secure 介紹 就是要串鈎我 是 我真是想說 各位網友 我現在研究過 為什麼我們的weighting 跌得那麼低 第一 很多競爭 第二呢 其實呢 有幾個scenario 黃標一向都是 我想如果你說要研究就是因為最重要就是因為 呃 其實說這些東西原來越少人聽 就是暴力感很大 第三就是我們一定不夠在外 不在香港的網友說得好聽的 涉及的東西 各樣東西 OK 但是這個大家明白的 但是我想跟那個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hater還是怎樣說 其實對我來說 waiting呢 好 我故意開心了 多些人聽 也多些新客 對吧 但是 對我來說我是更加關注 究竟 我們的 生意是怎樣的 如果 我告訴你 我的生意是頂不好的 養不到台的 我就算有二千萬人聽 我也不會做的 當然啦 如果有二千萬人聽你又可以發展很多其他事情 但是如果 我的生意是仍然頂得到的 養得到的 就算 一個人聽 我也會繼續做的 你不用跟我找你份secure的 OK 好了 我們先看看照片 所以大家要頂著我的生意 這個禮拜 其實海膽都貴的 但是已經有幾個網友入了數 我也要宣傳一下 這個禮拜 我們的馬糞海膽 699元 699元 各位如果這個禮拜六天 想吃海膽的朋友 可以 WhatsApp 848 11079 或者上來這裡到 要付費先 我們星期六 就會早上到 當然啦 吃過的朋友吃大阪海膽 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海膽 是吧 亂擺的也有 我們一定不是拿到最高級的 但是是OK的 在外面一定賣一二千元 一半那些 699元 你就試一下 如果有那麼多人的話 我就沒有本來吃 一瓶海膽 你明白我 OK 好 再去 跟著這個原章啤酒 真的很好喝 我最近呢 為什麼呢 我都拿了一瓶 我又不會喝得多的 回去看波喝 他就真的很潤滑 真的很棒 我喜歡喝啤酒的朋友 真的要試一下 沒有回頭的 不過 99元一瓶 一箱6瓶 就499 就回到82元一瓶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再去 好了 喏 這一個呢 就是我一直賣開 是阿lawrence的 我就是很少介紹的 OK 就中華三美明星 喏 我之前就這樣說 19元一包 That's why我不介紹 你會覺得 為什麼呢 你煮了出來之後 為什麼一包十多元的東西 會這麼好吃 不是普通即食麵 你會覺得它是完全 是比你在街上吃的拉麵 真的很好吃的 所以它又不是很大包 我每晚看波就頂不住 我就吃它了 有這個廣東風醬油味 下一張 這個好吃的 我不喜歡吃一口麵 但是這個很好吃的 一口麵 再下一張 咦 哪一條女兒呢 這條女兒 不要緊 北京的風香鹽味麵 下一張 咦 怎樣做法 就是 就是這樣 即食麵 咦 煮三四分鐘 或者兩三分鐘 就視乎你喜歡的麵軟一點還是怎樣 OK 那麼19元一包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19元也不算貴 不算貴 因為它不是那些大路東西來的 我們花得少 這盒的拉麵都幾十元 不是 它真的好多好吃 好多好吃 再去吧 另外這些我們麵臣 常常都沒有貨的 麵臣20元 有貨的 麵臣 出了名 麵臣要煮久一點 就是它粗一點 兩條東西一包 OK 三種口味 全部有貨 隨時上來買得了 看看這照 好 再沒有照 足球 麵就沒有了 好了 這一個呢 這次呢 我記得了 我弄好你的功夫 我們翻了這五個濕嫖紋 那它用Gummies 即是軟糖 弄清楚了 一日兩粒 OK 早晚一粒 或者一次過一粒 通常就建議早晚一粒 OK 好了 第一個 這個骨膠原軟糖 OK 好 去第二章 為甚麼去第二章呢 其實呢 這一章呢 就有了 它的基本功用 OK 那麼這隻 跟我剛才那隻不同 剛才那隻叫原味 這隻叫士多啤梨味 可以做甚麼呢 減少你那些 皺紋 那些腺 是吧 另外呢 光滑你的皮膚 將那些酒米暗瘡的 會減少 還有呢 Anti aging 即是 疫靈 疫靈的superfood 喂 99元 賣得很厲害的 原來 我上EB來看 賣得很厲害的 那你們當作是糖食 固然是 但是其實它真的是失調民來的 99元而已 那外面有很多賣 百多元 喏 你呢 吃得多一點 沒問題的 因為好吃的 但是吃得多了呢 其實吸收不到的 它說明你吸收不及 你要消化要吸收的 那我覺得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 99元 好再去 那這一隻呢 Apple Cider 我看清楚所有的東西 它有很多功能 它當然說得那麼強橫 又說 控制心臟 Shrinkering Hazard 其實呢 最主要呢 我先問一下營養師 它這隻是用來 減肥的 就是 你看到呢 就是 reduce weight 就是第二格那個 最重要呢 吃這個Apple Cider 是減肥 它會令你吃肉呢 即那個吃肉沒那麼大 是吧 那也是一兩粒 也是99元 OK 好再去 那這一隻呢 就是控制血糖 這隻很好吃喔 和那個血壓的 膽固醇和血糖 控制早晚一粒 OK 好再去 最後啦 就是這個 hair with coming 就是這個頭髮 生頭髮的 都是總乱一粒 熊仔糖 OK 99元 全線都是 OK 其實呢 其他東西呢 我不說啦 當然都是有的 有什麼沒有 腳痛 對什麼產品好 腳什麼 哪裡腳痛呢 膝頭髮 一條筋 我找一些腳痛 我不知道你什麼腳痛喔 你說如果是膝頭髮痛那些呢 就是啊 關節補 或者 卵核膜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是腳痛呢 那當然是一條筋的啦 我不知道啊 你問一下 4109講一下症口 現在做醫生的那些人 其實都要試的 就是 有些東西都是要講這麼巧的 就像上星期我講的那個apparel 二十幾年 被敏感 261瓶東西 一個星期搞定 去夾這些東西 喏 就是這個啊 我又拿了兩包啦 為什麼呢 我今晚回去呢 看球時晚上 夜晚真是肚子 你沒辦法 看我點幾兩點 你真是 明知肥子也要吃啊 你真是說 我根本受不了 OK 好了 不過今晚夜晚那一場 其實是好看的 奧地利 好意氣 是不是呢 好看的 好休息一會